大家周末愉快 我是老船长 那么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 我们大家消费的模式也在改变 我们都知道现在直播来做着 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讲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消费者会去看直播间 你在卖什么东西 以前早期的时候 直播间看的人大概十个人 那你这个产品怎么卖得出去 对不对 那可是为什么要流行直播呢 因为网路的兴盛 你不需要花很多的钱 才能去电视台打广告 我要有什么产品 对不对 透过广告 那个太贵了 那就用网路直播的方式 对不对 这个平台是大家都可以上的 然后开始想说 那我来做一些 做一些我自己直播间的广告 花一点点钱 然后开始就有人开始来看了 对不对 那看着看着 人越来越多的时候 那你要卖什么产品 是不是就水到渠成 对不对 我举例对岸三只羊的 这个集团的小羊哥跟大羊哥 对不对 他们那个时候 红的时候 哇 大陆的 内地的 或是香港的 这些艺人明星 还去上他的直播间 那人气越冲越旺的时候 卖什么产品都不是问题 所以大家就怎么样 会挤破头想要去 在这个直播间 能够卖到我的产品 那当然了 直播间都要抽成 比如说抽10% 那你这些人 是不是叫压低成本 那本来呢 这是一个不算坏的事情 也是一个行销的模式嘛 就是说 那薄利多销 可是呢 有些东西 你就是没有办法 去跟市场上的人 做比较的话 你就是没有办法 比人家便宜 又比人家好 所以就会开始 有所谓卖假货 对不对 现在被抓到了 是不是 就是那很多冤大头说 你这个东西是假的 什么什么香港来的月饼 鬼扯淡 或者是怎么样 我在别的地方买 三块钱 来你这边反而要 翻一倍六块 为什么 靠着他们的名气 一些乱象就出来了 那这个就是直播产品 卖产品 那老船长 你说人类的这个行为 消费行为在改变 对不对 以前买东西很死板的 看电视 然后有广告 对不对 后来看直播 那老船长 股票市场 股市的直播 跟我们一般的消费直播 有什么差别 是现在才有的吗 不对 股市的直播 是 渣渣渣就有了 你们 以前年轻的时候 看股票 要怎么看 很多人都把电视打开来 对不对 虽然在做家事或干嘛 电视一定打开来 因为一开盘 那这个电视就直播了 大财经台 对不对 你们盘中看了 那个大财经台 那个就叫直播 对耶老船长 原来古早以前 就已经有股市直播 对 只是说台数比较少 就那几家 对不对 不像网路消费的直播 摸摸喜 那 股市直播 有没有什么坏处 刚才讲消费 这个消费 对不对 直播间 出了很大的问题 那 股市直播 有没有问题 当然有问题 股市直播 那个财经台 那个主持人 都被交代 我们这个电视台 要拼什么 要拼广告 不然你以为财经台 他是 做善心事业 他不用收入 要啊 他靠什么收入 靠广告 那人家会去你那边 买广告 就是因为你的收视率高 一样 跟直播一样 对不对 电视的直播就是 你现在九点看开盘 那就是 他真的开盘 那就是直播 好 那他就要讲一些 头期所好 观众越多 对不对 他的广告就可以卖得越好 那观众喜欢听什么 喜欢看什么 看你主持人讲多的股票 然后这时候盘中大连线 连线大老师 就出现了 他们就怎么样 看图说故事 现在什么股票在涨 对不对 我们就讲那个股票 讲的投资人 心花怒放的 对不对 还没有涨停板 就追进去了 第二天 凹起死掉 不讲了 因为第二天还有第二天大涨的股票 讲第二天大涨的股票 所以昨天讲的事情就忘记了 倒门的是谁 就是这些投资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连线的大老师里面也有心术不振 为什么 帮主力出货的 盘中呢 但是因为现在法律抓得很紧 他们很聪明 比如说他要出货这一档股票是A好了 那BCDE是掩护 烟雾弹 他那个主持人问他的时候 他其他的两三四档股票 他讲得很快 他讲到其中他出货这一档 他说你们都不知道 这家公司有多好 只有他知道 暗示你他有内线 那你就会专心的听了 专心的看了 对不对 好像捞到饱了 然后呢 他说这家公司多好 有的时候老船长会打出来看一下 好个鬼 烂得要死 比如说 这个上半年只赚三毛 他说这公司好棒棒 进步很大 鬼扯 就是睁眼说瞎话 然后呢 那你去看那一定是小公司没有亮的 这时候突然间怎么样 你一去看 哇他一讲 就有亮进去开始拉了 为什么 他们的主力先点火 然后这些观众呢 就是跟猪脑袋一样 对不对 哇就会跟着跳进去 然后冲到高点 然后就死掉 屡市不爽 那个就是怎么样 出货的 这样各位了解意思吧 所以也难怪 有这么广大 国内有这么广大的投资人 盘中看财经台 对不对 要么是讲那个已经大涨的 要不然就是帮主力出货的 很多 比比皆是 尤其是每天都讲大涨的股票 他不会去跟你分析 这只股票现在为什么跌 来问老师 不会 因为那个没有人要看 没有人要听 所以你们倒霉的人 有没有 套住了 今天被骗买在高点 第二天 你要听听不到 不然为什么 你去问十个投资人 有九个 可能盘中看财经台 然后都输到怎么样 招楼 就是这个原因 你有听到财经台 主持人问这个连线大老师 接下来未来 未来 我讲未来 还没有发生事 你看好什么股票 他跟你讲了一档 这档叫出来看 平平的不动 你有看过这种连线吗 绝对不可能 为什么 第一个 这些老师 他们根本就没有功夫 他们就是看图说故事第一名 那叫什么 那叫事前租一样 事后租葛亮 所以你不可能透过这些 所谓的直播财经台的节目 然后怎么样 有机会挖到宝赚到钱 你反而就会追高 就会被人家出货 那跟我刚刚开始讲 那个小洋哥 大洋哥 三次洋集团 那个直播也是一样 人气非常足 到最后就走了一样 一样的 股市直播台 他因为一开始一个想法就是 我要把广告卖出去 所以我要投其所号 投投资人 大众投资人所号 我要讲怎么样 多 那讲多又没有本事 讲未来 就讲现在已经发生了 就看图说故事 那么所以这样子 老船长在几番思考之后 我发现 现在是我要 跳出来的时候了 没有错 因为我现在 大家都能够接受直播了 所以老船长要跳出来 我选了一个很棒的时间 那个时间点 是因为我 未来我要规划我的直播 就是两大主轴 第一个叫现在进行式 盘中嘛直播嘛 那股票在跳动嘛 对不对 另外我会告诉你 现在哪一支股票 如果你注意到它了 那老船长跟你讲 这档股票 它上涨的几率很大 我们不能讲百分之百 好不好 这样子有点违法 那你自己就懂我的意思了 那这支股票 你的胆子就比较大 为什么 因为老船长帮你看过 我不会去走那些财经 大财经台 跟大老师连线的路线 那个我很呸 根本不屑的 知道吗 那我告诉你的 就是真的 如果你们这么多年 相信老船长 那叫现在进行式 还有一个 我的节目重点是 我会讲未来 未来的事情 比如说现在有一档股票 它在盘中 你根本不会看它一眼 也没什么量 毛毛虫这样子 但是我会告诉你 接下来这支股票 大涨的几率很高 换句话说 除非你在上班 那你没有办法 看到现在进行式的观众朋友 可是你要想 你如果是下了班之后 你还是可以来 看我今天的直播 我的直播节目 我会讲未来 所以你们那些上班族的朋友 你还是可以一样来看 收盘之后 老船长说 未来这一档股票 可能要大涨 这样各位懂吗 当然很幸福的人就是 你盘中以后有选择 你不要一直在看那个 千年不变的财经台 用一样的模式 害死了多少投资人 对不对 所以各位现在请你的眼睛 眼光了 看到这个地方 没有错 10月1号开始 欢迎收看1130网络直播 我是骨骸老船长 1130就是11点半 10月1号起 现在请你把QR Code照起来 今天是9月27号 10月1号准时开播 我相信会成为很多人 注意听好 盘中的肩膀和依靠 我要做一个 让投资人真正可以利用盘中直播的节目 甚至马上赚到钱的 这样的一个优质的节目 所以劳定劳咖 猪比隔壁 阿姆阿爸 麻烦大家帮我宣传一下 按QR Code 然后呢 按赞订阅分享 10月1号准时1130开播 下半段节目回来 我要分析股票了 股海茫茫茫茫茫股海 您需要一位顶尖领航者 股海老船长 我们拥有阵容最强的IR团队 提供您上市上柜第一手讯息 我们拥有日夜盘最先进 王冠AI智慧系统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关键 顾得头顾老船长 是您股海中的一盏明灯 顾得头顾咨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财专家 顾得头顾 我们拥有一流证券 期货分析师阵容 多空双项操作 为您累积财富 金融市场汇居多变 您需要更全瞻 更专业的团队 但您避开风险 再创财富巅峰 顾得头顾 恰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好 我最近一直强调 我说台北股市来到这个位阶 对不对 要涨的就是这一段 能不能过这个高 我们先不要讨论 涨的是这一段 这一段算高还低 当然算高啊 所以千千万万要记住老船长讲的话 你要买优质的电子股 我有没有讲 很多人把我的话当作是耳边风 不听不听不听 没想到报应来得这么快 我们一桌一桌来 来2415 各位 本益比高达将近60倍 这算优质的公司吗 打叉 有没有很舒服 我相信有2415这档股票的朋友 第一绝对不会是我会员 第二应该也不会是我的观众 第三如果是一定是跟我对坐 把我的话当作耳边风的 那现在跌停锁 不是很讽刺吗 台北股市又来到高点附近 22000到23000点 结果你的股票跌停锁死 没关系 再往下看 1799 各位 一位 这支股票之前头顾老师 有没有 头顾老师在这边喊得漫天响 戏 到今天你看还在 跌了狗吃死 今天还在跌停锁 为什么 各位看老船长的经典告诉你 上半年赚鸭蛋 我常常讲 你们去买这些股票的人 就是不尊重基本面 限世报 没有错吧 我如果是今天才来讲的话 那我是混蛋 我讲多少年 我们来股票市场 你的心是投资 不是投机的 我的会员 我的观众都是正派的 懂不懂 邪派就跟着那些 九成的头顾老师 之前创威多红 对不对 公司没有赚钱 你们头顾老师要不要脸 在那边讲买创威 来3363 我觉得终于 这支股票我用终于两个字形容 好不好 为什么 细光子 古海老船长你眼睛瞎了 你不知道你耳朵聋了 人家是细光子上权 专业的我不懂 好不好 你比较了解 但我知道的是什么 注意看 公司赚鸭蛋 这家公司的股价无法无天 为什么 公司赚鸭蛋无法无天的在炒 今天跌停板还有175块 一家公司一毛钱没有赚到 跌停板还有175块半 你看看夸不夸张 这是台北股市 然后呢 我叫你居高不要买这种股票 有没有 我说要买优质电子股 你是什么优质电子股 老船长他CPU 细光子 我管你什么子都一样 现在跌下来股价跟孙子一样 我的话言由在耳 如果你们这几天 一直都在看老船长节目 你会发现 对老船长说要买GEO的电子股 电脑叫出来看 上权 亏损公司 而不能买 那今天这个跌停板跟你们有关系 而且你也不会怎么样 买在最高点 爱在最高点 这头顾老师的杰作 你有没有参加哪一个头顾 然后叫你买这档股票 你薪资肚明 然后3450 又是在最高档买 买联军 怎么样 摔死 这公司本益比几倍 319倍 老船长的话当耳边风 高档不要乱买股票 要买优质的 优质的就是EPS很高 低本益比的 这家伙300多倍的本益比 开什么玩笑 还是有人买 昨天有没有 头顾老师表演联军 有 自己去看节目 丧心病狂的老师表演联军 反正死是死你啊 这样各位懂意思吧 死到有不死平到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再来6546 高档摔死了 这家伙叫正机 头顾老师这一天在招收猪脑袋会员 有没有 哇你看我们的正机大涨 他就追这一天的 追在掌停板附近的 就不要脸三个字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哇第二天你看 不敢讲了 创新高压回来 会员全部套了 然后死两天 本益比五十几倍 我不是跟你们讲过吗 我说股票市场 有将近两千档股票 那你可以比较啊 不是说只有正机这一档 可以买那认了吗 只能买它 这么多股票 没有比它基优的吗 多的是 对不对 那有一些 你不要去犯大忌 我说过亏损赚鸭蛋公司 还有高本益比的 现在在居高思维 你要避开来 我 我有没有讲 那事情没有发生 没有跌停的时候 你们都无所谓嘛 然后跌停的时候 哎呀老师帮我 就是他叫你买的 你肚子里面刀子是他捅的 你叫他帮你 你好不好笑 对不对 你去参加那个头顾老师 就是哎对 请鬼拿药单 这样明白意思了吗 再来还没完 二三八八 这一件事情 这一支股票我对他意见非常深 一下子拉高 一下子杀低 你到底在干什么 对不对 本益比也是129倍 叫威胜 我可以跟你们讲 注意听好 这边玩完之后就会下去了 为什么 你公司赚多少钱 你公司上半年才赚2毛8 你要笑死人了 才一个公司 电子公司上半年才赚2毛8 股价高达130块半 今天大跌之后 还有这么多投资人要去买 昨天4万多张 今天2万多张 你说啦 这个市场的猪脑袋多不多啦 他们以为股票市场只有 威胜一支股票可以买 其他不能买 所以他只好做威胜啊 他不知道国小一年级 我交一次就会了 我们啊 在一堆里面啊 要选择好的来做 小朋友一听就知道了 那你们这些大人 啊 惭不惭愧啊 为什么 就被你的老师害死了 我的老师叫我买威胜 对不对 之前还有人叫人家买 宏达电 那真是丧心病狂 啊 节目上讲宏达电 多好多好 害死多少人啊 那种老师绝对不会是我 我们是怎么样 开大门走正路 那种啊 像鼠辈的老师 才会叫人家买宏达电 宏达电亏多少年啊 啊 报纸都有灯啊 你的老师不知道 不认识字啊 害死多少人 对不对 那你放心啊 未来 宏达电之后 再参加他的会员 都是死成一片的 为什么 他根本看不懂股票 他连宏达电是长期亏损公司 都可以叫会员去买 你说这种老师 还是老师吗 对不对 好 再来我们来看 4979 这机油股啊 来咯 机油股来咯 对 本益比37倍 我昨天跟你们说什么 我说你要找那个 十几倍本益比的 你非要找三十几倍 三十几倍 人家也是有赚钱的公司啊 老船长 对啊 我知道啊 上半年赚1.73啊 去年赚3.34 今年跟去年是差不多的啊 你把这个乘以2 跟这个差不多 也没什么进步啊 对不对 然后呢 套住 连这个 这个连要解套都不行 这个差太多了 现在本益比还37倍 你去买这种公司干什么 啊 你去买他的股票干什么 还有人在追耶 你看 猪脑袋在追耶 追在猪头山 收在阿呆股 去 我希望你们出手之前 稍微动一动你的大脑 没有大脑动动小脑 好不好 怎么可能盘中去追这种股票 我跟你讲 等我的1130开播 10月1号 来再看一次 QR Code照了没 11点半 1130网路直播 我就会跟大家讲 如果说刚刚好 我看到这一档 我就不要追哦 不要追哦 我就可以救很多的人 所以你们要来看小弟的直播节目 第一个 你盘中有人保护你 至少在1130 11点半来的时候 我保护你 我要叫你们注意 今天什么股票 你不要去碰哦 虽然它在涨 可是哦 你看那些财经台 主持人连线大老师 在涨的股票 他们一定 哦 黑漏得闹着 然后常常闹笑话 你知道哦 这支股票 开始讲基本面 哇多好多好多好 等它连线完了 换下一个老师的时候 那支股票 呜呜呜呜 甚至跌停锁住 那前面那个老师是什么 害死人啊 因为我盘中有时候 我电视也会开着 他讲这支股票很好 这一看就是主力炒作 在拉公司赚鸭蛋的 就一堆投资人怎么样 跳进去 就像这种有没有 你不是赚鸭蛋 你有赚钱我知道 但是你不够好 三个字不够好 听得懂吗 追啊 对不对 你拿这个钱去追这一种股票 你不如去买十几倍本益比的股票 我讲完了 真的 国小一二年级 我一教就会了 这些大人很奇怪 因为人越大 什么越硬你知道吗 个性越硬 小朋友还可以叫话 有些人很固执啊 年纪越大 你跟他讲什么很主观啊 那没关系 你如果是马斯克世界首富 你尽量主观 大家拍拍手 主观的好啊 世界首富啊 很多人主观啊 到最后怎么样 潦倒一生啊 对不对 再看一档啊 最后一档 3605 漂亮啊 红字 为什么要讲它呢 第一个注意看 这本益比几倍 好像是725倍 来先看一下 公司赚0.52 上半年 去年是亏权 没有错 你就算有亏转赢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才五毛钱而已 然后呢 我说过高档的股票 要优质的才能去买 结果呢摔死 好 这一集啊 你听完之后 你会发现啊 盘中有太多的时候 你需要古海老船长 来帮你的忙 我可以帮你在盘中就赚钱 还有我会告诉你 未来可以赚钱的标的 来 帮我照QR Code 记得喔 10月1号才有开始 你不要说我明天就来看 神经病 1130网路直播 我是老船长 帮我按赞 订阅分享 下周一再会 拜拜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